尊敬的各位领导 来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省委礼堂 参加今天排头兵的系列讲座 彭丽媛与木兰诗篇 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广东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杜博 今天我也非常荣幸参加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活动 那么这次活动呢 也是我们建设和谐广东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的具体体现 高雅文化呢是我们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 使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参与者能够被高雅艺术所感染 从而体会到我们艺术的魅力 那么广东呢 作为我们经济建设的排头兵 多年以来呢 一直排行我们全国的首位 我们也坚信呢 我们的文化建设一定会在全国提到一个排头兵的地位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我国著名的歌唱家 也是我国民族声乐的第一位硕士彭丽媛老师 我建议我们全场朋友 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彭丽媛老师和大家见面好不好 谢谢 同时呢 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职工委书记 罗东凯同志 有请二位 有请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要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声乐指导教师王洪波先生 欢迎您 来 有请三位 就坐 那今天彭丽媛老师呢 也是风尘仆仆 早晨坐飞机 赶到我们广州 下午呢 没有休息就来到我们的这个礼堂 跟我们大家共同分享这个木兰诗篇 我们再次给他热烈般的掌声 好不好 谢谢彭丽媛老师 对我们文化大省建设的支持 谢谢您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祝贺我们彭丽媛老师 在12月22号在人民大会堂的木兰诗篇 成功首演 谢谢 恭喜您 谢谢 那在我们讲座之前呢 我们先跟这个彭丽媛老师 简单的沟通一下啊 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 拿到这个木兰诗篇的剧本 感觉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还是说驾轻就熟 因为您以前曾经养过 多部的这个歌剧像白毛女啊 和这个党的女儿啊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挑战 因为这一部歌剧也跟其他的中国歌剧是不同的 我过去在1985年的时候我就演过中国大型的歌剧白毛女 那个时候我刚二十岁出头 那么演完白毛女以后呢 我非常荣幸的就获得了国家的戏剧界最高奖 第三届梅花奖 当年是第三届梅花奖的得主的话都是老一辈的这个艺术家 你是最年轻的 对当时我是最年轻的 所以我非常的荣幸 但是我认为那时候我功力还不够 后来呢我又演了这个党的女儿 悲創的黎明 但是我演的包括这个唱过许多中国歌剧的唱段 像《红山湖》《红湖智慧队》《江洁》《小儿子结婚》《刘忽兰》等等 这一些这个里面的这个片段吧 这些中国的歌剧呢 都属于是中国民族板腔体体材的 它有点跟中国的戏曲和中国的民间音乐结合的特别的透 所以我演唱起来呢就比较适合 因为我从小一个是唱中国的民歌 演唱中国的很多戏曲 说唱还有一些中国的民族歌曲 所以这个风格呢比较统一 那么这一次我演《木兰诗篇》呢 因为我们的作曲家 它为了使中国的歌剧能够跟国际接轨 所以它采用中国的民族音乐的调识 和民族音乐的风格 用这个交响乐的这个四月章来写的这部歌剧 所以我演唱起来呢 对我来说从声音和处理上和表现上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非常喜欢 我特别喜欢挑战 我不喜欢重复自己 也不喜欢重复过去 讲得非常好 谢谢您 那坐在彭丽然老师身边的呢 大家也非常熟悉 是我们职工委的书记 也是我们组织部的副部长罗东凯同志 同时他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策划领导 那罗书记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 组织这次活动的目的和一个意义呢 好的 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审委书记张勒江同志 在04年7月7号 试察审职工委的时候啊 指示我们要活跃审职机关的文体生活 所以我们按照张书记的指示啊 就成立了十多个俱乐部 其中有歌勇俱乐部 这次来说呢 我们很荣幸啊 审职机关工委来说呢 在审委九届十四届全会之后 响应审委的号召 为建设文化大省和谐广东 尽我们一点力量 这是很荣幸能请来 我们的文职将军 我们音乐界的排头兵 彭丽媛老师 彭丽媛教授 彭丽媛同志啊 也是在先进性教育当中 总部的首长 说他是军队的排头兵 谢谢 好的 彭丽媛老师的确是我们音乐界的排头兵 名不虚传 因为获得过大大小小音乐界的无数个荣誉和奖项 那么再问一下彭丽媛老师 那么因为工作的关系是经常来到我们广东啊 对广东的印象怎么样 哎呀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广东的时候 是政治改革开放初期 在1980年 当时应该是阳城音乐花会 是第一届还是第二届 我记不太清楚了 咱们下面的朋友也记得吗 第二届吧 第二届阳城音乐花会 那么当时呢 我是参加了中国的一个全国的民歌调研 那个时候我是优秀节目选拔上来之后 那么咱们广东省举办的阳城音乐花会 这个时候开幕了 在我记得是在11月还是12月的那个时间 我来到美丽的花城 广州 哎呀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广州 太好吃了东西 所有的菜都这么可口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煲汤 还有羊茶 但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广东话 我全都听不懂 听不懂 现在呢是妈妈的呀 说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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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广州确实是美丽的花城 但是跟现在确实没法比 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花城 我就觉得对广州的这个印象非常好 当然广东省的一步步都在变化 越来越好 而且现在很多城镇都像大城市这么漂亮 是的 婚言老师呢 这么多年来变化不是很大啊 不仅是我们这个歌唱界的长青树 同时还是那么的年轻漂亮 大家说是不是啊 掌声说明一下啊 非常热烈 广东的观众特别喜欢您 我就最爱听这样的话了 大家也识话识说啊 那我看很多观众朋友也已经着急了 按耐不住了 我们还是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彭老师 给我们分享一下木兰诗篇 好的 那么木兰诗篇呢 是在04年的时候 是由河南省委省政府打造的一部歌剧 它叫大型的交响乐情景歌剧 因为为什么是河南省打造的呢 因为河南省当时呢 也是要就是说 创建自己的这个文化大省 他们就邀请了他们这个河南的儿子 著名的作曲家 关霞大家都知道吧 像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还有悲壮的黎明不都他写的吗 我们有过几次合作 所以关霞呢 他是河南人 他们省省委省政府把他请去之后 就给他讨论 就是说我们要创建文化大省 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河南欲据是家喻户晓了 大家都知道 那么就是我们在音乐上 在更多的能走向国际的这种方式上 模式上 我们怎么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当时关霞说 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的人物为主 花木兰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河南 在河南这个民间故事传说在河南 那么这样呢 就我们过去玉剧 像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常强玉老师也表演过花木兰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木兰的这个名字是家喻户晓的 首先这个题材就确定了 那么就是说关霞呢 他就想把这个歌剧写出来之后 不能光停留在在中国各地演出 他觉得最好是推向国际 让国际上很多著名的交响乐团 也能来演奏我们自己的作品 那怎么办呢 就得采取一个跟国际接轨的方式 所以他就把木兰诗篇呢 没有写成传统式的中国歌剧的模式 就是中国板腔体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中国板腔体的东西 如果让著名的交响乐团来演奏 他就有一定的困难性 一个是从风格上 从版演上 他们确实掌握不住 他就采用了就是交响乐的这种方式 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第四乐章 那么就是作为国际一流的这种交响乐团 他演奏起来就比较方便 他一下就能理解 这个地方是贝多芬的风格 这个地方又是谁谁谁的风格 这又是普希尼的风格 这样他就比较好掌握 我这个歌剧应该是怎么一个流程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关卡呢请到了我 他就说 我就是为你写这部歌剧 我认为你还是 就是说能胜任这个角色 特别是花木兰女伴男装 替父从军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小的时候 也是听着玉剧长大的 我是山东人 我们山东啊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运城县 它是跟河南和苏北啊 是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就是说 我们那一代的人啊 从小 他这个戏曲非常发达 像这个玉剧 山东帮子 找帮 两家贤 琴书 哎呀各种吧 戏曲民间小调 非常的多很丰富 那么作为这个 河南省的玉剧的三大名单 大家可能 有很多朋友们喜欢 这个河南玉剧吧 如果熟悉的话 有三大名单 一个是长相玉 一位是崔兰田 一位是马金凤 对吧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玉剧的三 三个派别的 演唱的这个三个代表人物 实际上除了长相玉老师 是河南人以外 其其他两位像 马金凤老师 崔兰田老师 都是我的老乡 我们都是合则式人 所以我小的时候 就听着玉剧长大的 我也是唱着 玉剧长大的 而且女扮男装的 那个谁说女子 不如而男 这一段 我确实是倒背如流 那给我们唱两段 大家 来讲一下 别说别唱啊 好 谁说女子不如而男 柳大哥讲了话 离太骗 谁说女子 向青仙 男子打掌 到边管 女子放那只 在家园 拜天去中地 夜晚来方面 不分昼夜 心情把火赶 僵尸们才能有这持火船 能要不相信吗 请罵在身上看 咱们的血和瓦 换有一火山 千枕万线 可都是他们练的 谢谢 现在就开始献花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我们的高潮 还将继续 是一浪高过一浪 这个就是艺术家的风伴 所以说 这个戏曲 对一个歌唱者来说 是一个基础 绝对不能忽视的 就因为我小的时候 演过很多这样的小戏 唱过很多地方的戏曲 和说唱 才成就了我 后来的这个歌唱事业 所以我演歌剧的时候 从表演 到中国版腔体的 这个咬字 兔字 和这个韵味 和腔体 我就比较熟悉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故乡的这些戏曲 确实培养了我 那么这个也是 还是接下来说 木兰石片 那么这也是一个因素 他们就认为我可能演这个角色 比较合适 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把里面的唱段全部唱熟了之后 我就到河南省 跟河南省歌舞剧院 开始进行合作 那么我们就首演于2004年的 11月份 在北京的保利剧院 非常的好 当时我跟戴玉强演 戴玉强演 其中的刘将军 那么他这个 就是河南诗篇的 这个剧本的改编 它是跟其他的那些本子 是不一样的 它整个就是河南 这个女扮男装 替妇从军以后 十年征战 在战场上 跟刘爽将军 产生了一种爱情的故事 他是朦朦胧胧的 两位都是将军 但是河南呢 替这个刘爽负伤了之后呢 刘爽非常感激他 一定要看他的伤口 那河南是不能让他看的 因为他是个女孩子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心里面 又特别爱慕刘爽将军 但他又不能说明 他是一个女人 他就在战场胜利的时候 他就试探他 说假如说 我是一个女人 我愿意为你 逢补一金 我愿意跟你 共享天伦 假如我是一个女人 我愿意跟你 共度一生 你怎么办 这个刘将军啊 这个男人嘛 他比较粗 他就没听出来 也没感觉出来 他老觉得木兰不对 老是平时打仗这么勇敢 今天怎么就是 这么害羞啊 我要看他的伤口 而且他还默默的 低下了脸 眼睛也不敢看我了 满脸红云 所以他就说 如果说你是一个女人 我就让你擦胭脂 涂香粉 穿上花裙子 就成为我刘爽的俏夫人 那么这个时候 花木兰的内心世界 它是非常复杂的 他很愿意 但是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他就是说 内心世界呢 是一出一进 一出一进 在歌唱的当中 要表演 这就是中国歌剧的特色 所以他一定要有表演 一定要有人物 一定要人物内心的一种东西 一定在演唱和表演里面 反映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戏 写得非常的好 那么在去年的 这个9月18号 我们应这个联合国 呃 成立60周年组委会的邀请 他们本来是很想邀请我到 这个林肯艺术中心 就是美国著名的 这个纽约 在纽约 林肯艺术中心 像邓运老师 他就在那个林肯艺术中心的 大都会歌剧院 上演过很多部歌剧 那是中国人的骄傲 他应该是第一位 走向大都会的 中国的歌剧演员 所以他就是我们的楷模 他是我们的榜样 我也总是希望 我演的歌剧 或者我唱的中国作品 能不能也能登上 林肯艺术中心 这个愿望呢 就在去年实现了 那么联合国60周年组委会呢 他们就是想 邀请我去开一场 个人的独唱音乐会 我说独唱音乐会 只能展示我个人的演唱技巧 只能说明 哦 我演唱了 1234567 多少个曲目 但是我觉得留不下 中国的作品 我说能不能把中国的 原创的 中国人写的 用自己的母语 演唱的 中国人唱的这么一部 特别新型的歌剧 搬到这儿来演出 让美国人 让在美国的华人 能看到这部 这么崭新的歌剧 可不可以 他们说拿光盘来 那么光盘给了他们以后呢 他林肯艺术中心委员会啊 他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他们看了这个光盘以后 集体讨论 认为这个歌剧非常好 可以来林肯艺术中心演出 而且林肯艺术中心 他是很难定这个 演出时间的 他都是提前一两年定 那么我们就很快 把这一天定到 我们就到了这个 林肯艺术中心 演出了这个 木兰诗篇 而且我认为 还是不错的 当时这个 王红波老师 也一块去了 他也请临现场 在下面做观众 你可以说说这个感想 作为一个观众的感想 好 谢谢 来到这儿 我非常高兴 我就说一说 我当时跟随那个 木兰诗篇剧主去美国 我真是感慨万千 我们中国的歌剧 能够第一次走进 那个这样的一个殿堂 觉得作为一个 中国人来讲 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尤其是彭老师带领 我们这个中国歌剧的 这个那个 可以说到了 歌剧世界舞台的 这个前沿了 所以我就非常激动 当时我在底下看的时候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剧主 当时到了那儿 准备的工作 也都是非常的忙碌 然后开始演出的时候 就是当时来了很多 咱们国家外交部的 和联合国的大使 看我们的演出 当彭老师把我们那个中国自己的这个歌剧 在林肯艺术中心这个舞台上展示的时候 那一刻 外国人就感觉到很吃惊 觉得中国有这么好的 这么 这么文化底音这么深的这个艺术啊 带到美国来 他们就感到非常新鲜 非常好看的一个 一个那个 当时呢 就是演出过后呢 就是这个场面非常那个热烈 然后觉得这个 这样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中国特色的一个 这个民主歌剧这种这种形式呢 来到这个 美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 感到还是非常骄傲的 我们就感觉到 哎呀那种自豪感 是我们第一次有的 我因为我也是学西洋歌剧啊 中俄歌剧啊 这样的那个什么 所以我感觉到这有这样的第一次 真是我们的骄傲 非常成功 我当时 这也是排头兵 排头兵 对 排头兵 这又到 归为到 排头兵了 这又归为到主题了 是啊 我看这个 彭老师也介绍了一番 情景和背景 那个这个 王老师呢 也是刚才简单的描述了一下 把大家这个胃口 是不是都吊上来了 想不想听一听 情景再现一下 啊 掌声热烈一点啊 朋友们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唱段 我就唱一段短一点的吧 好 这个呢 就是说 呃 在那个 美国演出的时候 可能让大家比较什么的 因为这个木兰 她决定要替负从军了 她要耍剑 有一段 唱着 好吧 我没有剑 用手表示吧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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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抚这长劫 啊 心潮不悠 我仰望着景气烈烈 啊 付出那藏路 我何不搬做男儿 欺负出征 叫他塞上冰雪 身披万里长风 全地口平沾乱 做一个定天立地的经过 我仰秀 好 这边了 谢谢 彭老师的这个歌唱的魅力 我们就不用多说 主要在舞台上的这种气质 大气 咱们这个行家说的 这个范儿特别正 大家说对不对 能不能简单 给我们这个在短时间内 告诉告诉我们音乐爱好者 还有很多我们这个音乐界的 也是我们广东 很有名的这些歌唱家呀 歌手 讲一讲在舞台上的 这种形象上的把握呢 舞台上形象的把握 我觉得这跟一个人内心的气质 是有关系的 当然这种气质 它不是说与生俱来的 它是后天培养的 是各种因素 从各个方面的知识面啊 还有你接触的东西啊 还有你的这个 这个文化的程度啊 还有你对事物的理解 和看法呀 还有你对这个 每一件事情的态度啊 我想应该是综合的 所以综合这个人在舞台上 才能有一种气势 展现在大家面前 但是我就是比较粗的想法吧 应该是 每一种唱法的 因为咱们国家不是目前来说 分成所谓的美声唱法 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吗 我认为这要 如果说有这三种唱法的话 因为我个人我不太 我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分的 应该歌唱都是统一的 只要是歌手 他唱应该都是统一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要如果说是三种唱法的话 他肯定三种唱法的 这个歌手到了舞台上 他表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有自己的一种风格 你比方我吧 我是中国民族唱法的 声乐的这个学派的 其中之一 不敢说代表 我是其中之一 那我就是说 吸取了很多这个 中国民族音乐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是中国民族歌剧的一些 在舞台上的那些手眼神发布啊 因为小的时候经过很多这样的形体训练嘛 可能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 带到舞台上来 但是我是一个现代人 特别是我现在是一个新世纪的人 我一定跟现代的这种时尚的东西 和现代的一些流行的元素也好 或者大家喜欢的也好 中老年喜欢的 年轻人喜欢的因素也好 我要综合起来展现我自己的风采 我是这么做的 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怎样把这个西方的一定的传统的歌剧形式 和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想结合呢 因为我觉得歌剧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市场 好像还是没有太多的打开 是不是 对因为我作为我来说 我不是研究中国歌剧的 而且我也不是作曲家 我也不是 更不是这个教授这个曲式作品分析的 但是我学过一些 在音乐学院的时候都有曲式作品分析课 那么我粗浅的认为就是说 其实歌剧它不是中国的一种表演艺术 中国是戏曲曲 曲艺说唱 非常的多 那么歌剧艺术呢 应该是发源于欧洲 意大利 那么它有很多年的历史 几百年的历史 真正的传到中国来 中国的第一部歌剧应该是白毛女 这个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它诞生在延安 延安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 而且有这个电影 它为了让大家家喻户晓 能把这里面的音乐记清楚 能把这个音乐唱段记清楚 能把这个人物记住 所以它就用新歌剧的这种方式 来展现了这个故事 喜儿的这个故事 那么当时首演的 应该大家都知道 著名的这个老前辈 著名的歌唱家王坤老师 他是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 那么到了后来呢 真正把白毛女这个歌剧 推向到社会 让大家家喻户晓的 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我心目中的偶像 永远的偶像 郭兰英老师 他为什么呢 他真是把中国的新歌剧 推向了最高峰 最高潮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是来自于戏曲 他本人是唱山西邦子的 他是山西邦子的 这个表演艺术家 他小的时候 练过很多的这种功夫 童子宫啊 所以他把这个首演身法部 把包括一些戏曲的一些原厂 他带到了中国新歌剧的 表演模式里来 所以我认为 他这个确实开创了 中国新歌剧的时代 像他的代表作有 白毛女 小儿是结婚 刘胡兰 豆鹅渊 等等等等 所以他的形象 我认为现在都无法 有人去超越 包括我自己 他一直是我的目标 他是我追求的目标 他是我所攀登的高峰 可惜他现在就是年龄不饶人嘛 郭老师他已经不能活跃在 中国的歌剧舞台上了 哎呀 想当年我到北京的时候 我那时候十几岁 刚到中国音乐学院 他有一个告别舞台的 这个这么一个 歌剧片段的音乐会 在天桥剧场举行 我非常幸运 看到了他的表演 太美了 无一伦比 真的没有人能超过他 我是非常崇拜 郭兰英老师的 在中国歌剧表演艺术领域里面 那么中国歌剧 还有了就像江杰 红湖吃飞队 红珊瑚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中国歌剧 那个时候是中国歌剧的年代 我们的党和政府 国家都非常重视 而且我们的创作人员 非常的深入生活 他们用自己深入生活的源泉 来写出了这些 经久不衰的这些歌剧唱段 而且这些歌剧里面的 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唱段 像洪湖水浪打浪 秀红旗 这个 叫什么 红烟上红 红珊瑚 北风吹 像等等等等 这些歌剧可以说培养了几代人的成长 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中国歌剧的高峰时期 可惜我生不逢十 我那个时候没赶上 我还没出生呢 我是听着这样的歌 唱着这样的歌 长大的 那么到了我这个年代 就已经不是歌剧年代了 特别是我现在 它也更不是歌剧的这个 这个最最好的 最鼎盛的年代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么热爱歌剧 我希望歌剧这种形式 中国的歌剧能够继续传承和发展下去 我是有一份责任的 所以我坚持 那么今天机会特别难得 彭老师也希望和我们在场的每位朋友互动起来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彭老师的 好的 这位小姐 谢谢 彭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请问您 您说 您呢 在中国歌剧中的成长历程是怎样呢 我们很想知道 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了 我 我是这样 我小的时候 就是不是唱过很多中国的戏曲吗 我在初中的时候 就演一些小戏 演一些小戏 那是对我非常大的锻炼 那么到了后来的时候呢 我的第一部歌剧就是白毛女 当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副排白毛女的时候 因为白毛女她这个歌剧啊 非常大 因为她要从十几岁的少女演成就是说 最后被地主逼迫 逃到深山老林里面 变成一个白毛仙姑 像疯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她的心路历程啊 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那时候很年轻 掌握这么一个角色 对我来说 确实挺难的 但是对我锻炼特别大 当时中国歌剧舞剧院副排 这个白毛女的时候 他们在挑选人选的时候 也做了很 很多的这个讨论 当时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 是乔宇老师 乔宇先生大家都说吧 我的祖国 祖国宋 刘三杰 等等等等 说聊斋 很多哈 长江 长江之歌不是 是那个 让我们当机双奖 他也是山东人 他就说 我认为彭丽媛就是可以 他 他绝对能胜任 那么他挑选了我 当然咱们成长历程当中 我们自己能唱得了 能胜任是一种方式 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这些 艺术的管理人才来发现你 来培养你 来承认你 就像罗部长 今后多发现些人才 多培养些人才 对吧 陈老师 你先唱一段好不好 他不敢唱 部长你别难为他 他不敢唱 他要选一个代表 那请许乐 选个代表我们来 好 喜乐啊 哦 是一位小伙子啊 小伙子 长那么帅 像女孩子 长头发 白白净净的 来 你是唱什么唱法的 现在都得什么唱法 三种唱法 你唱什么唱法的 我应该是美声和通俗之间的 哦 美声和通俗之间 头一次听说 你唱什么歌曲 我平常可能 我原来是唱通俗歌 起身的 后来 后来就唱了一些 美声的东西 白老汇的音乐剧 哦 白老汇音乐剧 哦 那是美国特有的一种唱法 因为我每次到纽约的时候 我一定要到白老汇 把所有的剧都看完 你 所有的剧我都看过 我建议他先唱一段 你听不懂的广州话 好 闲水歌 好闲水歌 闲水歌 好好好 然后再唱一个什么 呃 能听得到吗 看来部长 可以了解 自叹自唱一首略对根的情谊 好 行行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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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一里 虾仔在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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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两个听懂没有 没有 没有听懂 谁听没有谁讲啊 讲也讲不了 我告诉你 他唱 妹啊 海底珍珠容易找 哈仔在小冰山岗 哈仔 哈仔在小冰山岗 哈仔在河里摸鱼 广东话确实很难理解 但是非常好听 他是男中音的音色有点 戏剧性的男高音 你再唱一段吗 绿叶自己唱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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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明天哪里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 遇着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情 牵着你 无论我走到那片云彩 我的眼从石头想你 只有我在风中歌唱 那歌声也是为着你 你的 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路上充满回忆 请你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只是日夜未干的情 不需要在这场场里 那我当时的愚蠢 非常棒 哎呀 有多好多 我的手很亮 没关系 我的手很热 温暖一下 你有一米 七八 哎呀真好 个儿也好 形象也好 声音也好 而且声音特别浓厚 非常漂亮 我就觉得邓云老师 他就演唱那个美国的 我们是不是请邓云老师也上来 一块一块来 我以为你坐在那边 是一个上课吗 把麦克风 还可以 真不错 特别好 今天我刚才听你讲的 对发展民族歌剧的 这个我真的在国外 也就听到有这方面的报道 你在发展民族歌剧 你所下的功夫 你的决心 都让我特别的心动 我们得向你学习 你是第一个走向世界的人 那是另一个 走向世界 只是到外面去 多学一些外国歌剧的一些经验 没有 你站到了最高的舞台上 但是最高 最高再高 这里是我们的根 那倒是 那真是 做得再多 学得再多 最后我们一定要做 我们中国民族的歌剧 在歌剧舞台上 那个觉得 因为我在外面学歌剧很苦 一字一句的 真的学他们的文的标 而且 总有一天外国人 同样这么认真学我们的歌剧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实现了 这个 这就是排脱兵的风采 对 这个刚才 邓云老师说的确实是一个事实 就我们很多的中国歌唱家 出去唱歌剧 比方意大利文 德文和法文 我们唱不准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字母 啪 贴到你身上 你这个字母没唱对 你唱不对 你就不能上我的舞台 他是这样的 邓云老师说的 一定要让外国人唱中国歌剧 我们实现了 这一次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 就请了一位 这个美国的 这个大都会签约 和奥地利歌剧院签约的 一个南高音歌唱家叫奥斯丁 他唱刘爽 杨刘爽 我们说了 给他他怎么唱 中文太难唱了 他不像意大利文 几个母音 而且也好拼 万一哪儿不准 还好弄一些 中国字呢 他是方块字 而且字头字为字符 他唱不出来的 我们就用国际音标给他标 他除了有一个音标 那个Kill他不会发音之外 他其他都会发 但是绝对听不懂 他唱的是什么 但是他很早提前一个多月 把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谱子拿到 他背 他说他没问题 我绝对能演 他来到我们就说 这个老外 我们也要像他们给我们贴字母一样 我们也要往他身上贴 你这个没贴 没唱 那他绝对那个成花布了 所以说他来了以后 他说我演过二十多部歌剧 我绝对能把中国歌剧演下来 没问题 我全场演 后来我们说 pass 你只能连两段 其他还是用戴宇禅来演 因为你唱的我们听不懂 对不起 今天大家看这个三套播出的时候 前两段确实是他唱的 打上字幕 你真能听出来他怎么唱的 但是不打字幕 确实猜不出来 所以说我就说 中国人太了不起了 从他这儿我就感觉到 我说我们中国的歌手 太聪明了 走向世界的时候 学哪一国的语言 都能学会 能站到舞台上 去演他们的东西去 那我们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说我们的语言也是很死杂的 是 他就说 对 他说中国话太难了 中国语言太难学了 他们尝尝我们的滋味了 是是是是 他说那个让他 他说让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一看到那个 他说我要让你干什么 他说我要让你干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个很就是我们很高兴 就是能够请到你到这里 谢谢 很欣欣我们的那个在座 也有很多年轻的演员 是歌剧学会的 神经演员 他们开演戒了 今天 哎呀没有 其实我们他们奋斗的 就还是一定要做出 我们自己的歌剧 是 他们先学习经典 先学别人成功的点 对对对对 最后还是要走出 我们自己的这一步 一定 那就得要你来 好好的带 哈哈哈哈 那不敢当 谢谢 这确实是 中国歌剧 我是很薄弱的 我是很希望能够 他们能够请到你 这样的老师来指点他们 我们互相的可以交流 以后你们希望 你们这个歌剧协会 能创作出好多好多作品来 说不定我们还能 可以在一起合作 对对对对 是吧 我们努力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那个 邓运老师说的特别对 你们一定要把基础 把别人好的东西 一定要学到 因为这个基本功非常重要 一定把基本功打好 好的 我们再上来一位女孩来 那好 广东还是有歌剧的图样 那当然了 你们有著名的歌唱家在这里 你给我们也唱两句好不好 让彭老师给你提点一下 来 好好的 我就为那个老师唱一段 那个清元春雪 我离开 我离开 我泪雪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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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常争美爱 为我老 我泪雪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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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湖嶙生 宛世阿湘 与天空 寺敏空 是晴日看红装素朴 全爱爱要荒荒 江山若三个桥 已无数英雄尽着阳 心情满满舞叶书万才高 宗宗宗少许同桥 一百天桥生起似好 只是万宫舍大鸟 只是万宫舍大鸟 居往衣书万六人 不欢欢景昭 书万六人不欢欢景昭 书万六人不欢欢景昭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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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的 自然的 对了 要这种音色 我觉得是这样啊 这样你的音色会更好 然后呢 更有穿透 更打远 我们把这句唱完 预备 对了 我觉得非常好 声音什么都很好 只是要注意一个色彩的问题 是吧 一个穿透的问题 如果你把这个麦克风放掉 你也照亮最后一拍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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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谢谢 非常好 这个彭老师啊 你是中国歌剧界的牌头兵 你看我们广州歌剧界的牌头兵行不行 可以 非常好 我不是说了吗 而且非常聪明 你看一说 马上就明白 真是这样 因为在很多时候啊 唱歌剧啊 他是不能要麦克的 你像邓云老师以前在外面唱歌剧 他在歌剧院里没有麦克这个设备 但是咱们这里面必须得要 咱们是开会的场所 不是歌剧的设计 那么你就必须得具备这种穿透力 就我在这唱 最后一拍都能听到 所以你看他很聪明 所以我说这王老师教的也确实很好 一点就聪明 所以我必须得有这个耳朵 这个我们部长的歌喉大家欣赏过没? 没有 想不想听一听? 我们也听一听 讲声不够热烈啊 楼上的朋友们 再热烈一点 来唱一遍 今天是12月26号 是个好日子 我唱一首《毛主席的画人记心上》 哈哈哈哈哈哈 太阳出来 到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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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熟悉的诗乡 少安适放 可宁的人民有了组长 满月好少 起山占美 人民战争就是那 无敌的力量是无敌的力量 主席的欢喜 欣赏 哪怕敌人 趁凶狂 战门 买家量 连落的汪泪 要把那些枪刀菜狼全部埋葬 全部埋葬 把他们全埋葬 我们都不讲多才多艺啊 祝贺 祝贺 彭老师刮目相看 让我们写花了 你看看 那我今天 不光是唱得好 表演得也好 把他们全埋葬 非常好 我觉得趁这机会 你就让那个小王老师说一下 那 彭老师 我今天先拜洪博为师 好 等我哪天毕业再拜李为师 哈哈哈哈 他跟你说一下 你会唱得更好 好好好 指导一下我们 你就别客气哈 他现在 我们再来 他本来是部长 现在 学生 现在在声音上不是部长 我们先来第一段 好 我稍微给您说一下 好的 好 请 音唱 音唱 我会说的 太阳 对不起啊 打到你了 太阳 如果您能再放下来一点 太阳 可以吗 嗯 试试 能不能再高一点 高一点 好 OK 太阳 出来 好 太阳 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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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共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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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够好,他不会嘎嘣嘎嘣嘣嘣嘣的,已经说的很好了。 其实我广东人讲古文化,这已经是一个代表,非常不错了。 我是鸡蛋里面挑骨头,逗逗大家乐吗? 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彭教授。 好的,好的,有请彭教授。 我们现场的朋友,还有没有想上来一场歌喉的? 来来来,有请。 那位同事,太棒了。 大概一点没关系,彭老师非常有亲和力。 请您。 您好,请问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是从事群众文化工作。 群众文化工作,也是咱们部里的? 也是我们科技学会的。 哦,科技学会的。 那你以前是搞专业的吧? 学美术的。 以前学的专业是美术。 学开美术以后就喜欢唱歌。 您刚才多次提到白毛女, 我的第一个让我唱歌的因素就是白毛女。 杨白老。 对。 哦,那你唱一段吗? 给我们。 今年七八月份呢,我还曾经专程到北京去进修过。 唱哪一段? 中国音乐学院。 您唱哪一段? 杨白老。 杨白老。 那您会炸红豆水那段吗? 可以。 可以啊? 那我们就合作一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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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唱哪一段? 您表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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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几天我回家。 十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梦听着蝎儿的祖祖 旁边青天大灵地 蝎儿啊蝎儿啊 我的命根子 离开了蝎儿 我活不了 可能还先低调 低调 下面低调 蝎儿 蝎儿 谁存了 别别求你 不值得 你从能 也没想到 你的环游碎 不冷笑 齐儿 你看这是什么 东府转家流 你从这走 好 这杨白老回来了 敲门 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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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活个朋友 我们对一个 你看这是什么 我爱豆腐蒸下两点儿的鞋 踩在我怀里而尽灭 这河上了儿子风头生 我给我心儿杀起来 哎 哎 杀起来 人家的闺女儿有花呆 我爹全都不能买 这河上了儿子 红头生 给我打起来 啊 打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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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两位老师在这呢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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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歌剧里面不能光唱 中国歌剧讲究 首演身法部 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体现人物 所以我就觉得您刚才如果说 满天风雪 这就像杨白老了 哈哈 那么咱们俩对这一段呢 你看 喜儿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买来了二回二斤面呢 带回家来包饺子啊 这个时候我可以拿过来 喜儿你看这又是什么 红头绳 所以在歌剧里面要求非常严格 你像我演白毛女的时候 喜儿 这个爹爹一说喜儿你看这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 红头绳拿过来 刹 跪到地下 就这么看一眼 然后再 再这么看一眼 然后再给爹爹扎起来 他是一定要有人物的 年龄 十几岁 少女 见到一根红头绳的那种喜悦心情 扎上以后那种美的感觉 拿来这个面 买回了二斤面呢 拿见过面呢 是包饺子吃的 哎呀 宝贝啊 要 要暖在心里 所以这就是中国歌剧的表演艺术 我希望您今后 在演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杨白老的那种感觉来演 我还从来没演过这个歌剧 我只是喜欢唱 但是我觉得你唱的特别好 我觉得你唱的特别好 还请两位老师指点 唱的很好 所以我就说 通过您的唱 跟大家说一下 中国歌剧一定要加上一些表演 希望我们广州能够将来拍这个歌剧 好啊 我也争取演这个角色好吗 在罗部长的 靠部长了哈 你这排头比你要做这个工作哈 谢谢 唱的不错 非常专业 我刚才我跟那个 宝贝还讲 说的非常专业 我觉得你本身这个中低声区就很浓厚了 就不用再往下 要做什么东西 就自在的 你试什么 它就出什么音色 它就是出什么声音 已经很不错 谢谢 而且像您这个那个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 作为一个能能到这种 我觉得很高兴 广州 非常非常的 在歌剧方面有很大很大的潜力 谢谢 谢谢 谢谢你鼓励我们广州 谢谢 好 谢谢啊 希望你越来越好 谢谢 再加点表演更完美了 哦 黄老师好 王老师好 播长好 我不会唱花木兰 我只会唱点歌 哦 没关系啊 没事 没关系的 因为我爸妈都很喜欢黄老师 哦 你不喜欢 我更喜欢 现在很多小孩一上来就说 我爸爸妈妈特喜欢你 你呢 哦 我也喜欢 好 那你唱吧 我想唱个歌吧 唱个歌给大家听一下 还有王老师 好 唱个什么歌 你给大家说一下 我准备唱一首 魏松老师的《跟你走》 哎呦 南高音啊 很难唱的这个歌 我是广东省出版集团的 哦呦 出版集团的 出版集团的 在一片海里我跟你走 把风雨带到天际中 我走千里我走千里我走万里 我走速忌消 还会难症一久 我走冬向 我走春秋 把风风雨雨都落在身后 我和你走 我和你走 和你走 就是跟着那穿黄粥 我和你走 我和你走 和你走 就是跟着那穿黄粥 不错 不错的 唱得不错 很好 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一上来以为是唱通俗的 结果唱北声了 是吧 就是 一上来这样一录秀的 我以为踢足球的呢 开玩笑 确实唱得很好 他这么年轻 声音很成熟 声音非常成熟 而且没有太多 年轻不轻了 他说 年轻多老了 25岁 你看 你才25岁 我已经不年轻了 你可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我们台下还有很多老前辈呢 老领导什么的 给点意见 给点意见 黄老师说 黄老师 我觉得 刚才庞老师说 你那个还能听 我觉得你那个都很好 只是觉得提点建议 就是把这个声音啊 送出去 你的音色啊 送出去 你的音色啊 就会更好 咱们做两句示范 好吧 那个 哎呦 挽袖子 哎呦 挽袖子 不要打架似的 对 第一句 好 你来唱 你学的是美声唱法吧 美声唱法也不是 要自在 要自在 是什么字 就说什么 好吗 咬清楚字 好了很多 再自在一点 好吗 好 用不了 好 再来 哎 叔叔 哎 叔叔 我和你走 哎 切白的倾诉 紧你手 要自在 我和你走 这一根流石 我和你走 对了 把春色带到天际 好 把春色带到天际 把春色带到天际 太虚了 还是要用上 用上我们的呼吸 用上我们的 这样很好 这样很放松 音色就变了 哎 我是在 哈哈 我们再来最后的高音 我和你 我和你走 我和你走 往下走 跟你走 啊 跟你走 就是跟着那太阳走 对了 我和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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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走 就是跟着那太阳 好 不要这样 原地上去 好吧 再来试试 对了 走 我和你走 就是跟着那太阳 我和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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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音色 是你的声音 不是你的 总结人 做的东西太多了 对 要自在要树 好吗 对 非常好 谢谢你小伙子 对 记住他小伙子 记住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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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指点一下 唱出来效果确实不一样 确实 确实不一样 就是说 当事者迷 旁观者清晨 对 没错 自己就不知道自己 反正唱着很别扭 就是不舒服 但不知道 在哪儿别扭 但别人一听 一个的指点 他就明白了 对对对 下面我们有请 我们这个广东的 也是非常重量级的一个歌手 东宏姐 来东宏 上来给我们唱两句 好不好 不好意思 今天真没准备 彭老师你好 你好 因为我那天演出 听罗部长说了 所以我说一定要过来 听听您的课 你唱一段 我们也学习学习 真的 互相的交流吗 有点感冒嗓子 有点不适合 唱个什么 我想唱手 清零零的水 好的 是有点滴啊 有点滴啊 感觉 езд dados 有点滴啊 腻手 啊 来到飘荷 好 你就唱这几句 你确实他可能嗓得不太舒服 你看 我这一段跟郭兰英老师上了一年的课 一年 每个星期上八节课 因为我觉得郭兰英老师 他可能不会教给你去怎么唱 但是他会教给你用什么去唱 用眼睛 用身体 用手 用身上的每一个动作去唱这一段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记了很厚的一本 这个跟他学习的这个日记 就这一段 他一出来以后 他清零零的水来 他一定要看到 当然你说中国的歌剧 他比较讲究表演 我们在读唱的时候可以不这样 但是韵味一定要有 你像清零零的水来 自己的 amplified 来了去 啪情零的天 微笑起我心意上 来到了河边 他就讲究 每一个字 每一个枪 每一个弯 一定要到位 是这样的 但是咱们不能 一味的去模仿他 在我们声音的条件下 我们尽量的做到 他的韵味 你再唱两句 清零零的水来 水来 爱 这样唱 水来 爱 来 来 来 各有 远的天 爱 来 来 各有 远的天 对 因为中国的歌曲 和中国的歌剧里面 它那个韵味 就像一个猴皮筋一样 就我们扎头的猴皮筋 我们要扯开它 慢慢地再合上它 就是揉来揉去 扯来扯去 松来松去 就是这样的 蓝个洋洋的天 它就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这就是中国的韵味 一定要唱出来 这首歌第一段是最出彩的 对 修起我心里上 来到了河边 它一定像猴皮筋一样 扯了松 扯了松 这个就是靠自己的 一个是韵味 一个是气息来运用 就是这样 就揉 用气去揉 把这个韵味唱出来 肯定没问题 你要不感冒 肯定比这唱得好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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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太累了 感冒的时候还是保护嗓子 别唱太多 谢谢东东姐 其实唱得也非常好 唱得非常好 大家再鼓励一下 你看 谢谢 谢谢你 刚才我们彭老师和王老师 给我们这业余的专业的 都分别指导了一下 使我们大家都是受益匪浅 那我们看看时间 也接近尾声了 我们还是欢迎彭老师和我们部长 共同再给我们大家演艺曲 这个 部长你说 夫妻双双把 压回 部长说这个歌好不好 好 那个 这不是歌 是个黄梅戏 但是你不能起太高了 太高 部长 我怕他上不去 部长 我可是要求这是代表演的 代表演的 代表演我还没试过 你这不是歌剧 讲座 牌头 木兰师编这是歌剧吗 歌剧好 那咱们咱们应该带点表演 没事 你就随着走 好 一起给一个音 应该是多少什么调啊 好 好 来 开始 树上的鸟儿 沉双对 就是啊 孤身 好 爱笑 监 从今不再手能怒一苦 孤亲双双八家欢 你等天来我只不 我挑水来的江湾 汉要随破门的风雨 父亲爱不也甜 你我好比愿娘娘 好比愿娘娘 好比愿娘娘 夫长的表演才能还是有的 部长还没有 给我 这是你彩排过呀 暇 drinks 下一次再可以精焦细琢 我们搬到人民大会 看来这个讲座还是很有必要的 部长在这听了一刻以后 自己就会表演了 表演的而且非常相当的成功 还挺默契 请坐请坐 这个发言还是给我的老师 谢谢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把握最后的时间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光非常的 愉快非常愉快非常难忘 而且我舍不得 这姑娘来 你就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幸运的 因为我非常的崇拜彭丽媛老师 我从喜欢音乐开始 我一直都喜欢听你的歌 特别是你的那一张专辑 是所有的歌剧里面精彩片段那一张 我每天我都会在听 而且呢 一有空我就会听 我觉得特别的好听那首歌 我特别的崇拜你 我想跟你握一下手 好 没问题 这个要求没问题 还有什么要求 我也有唱歌 我想唱一小段 女儿歌 女儿歌 好的 好 大家 好 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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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月里黄河 碧木花 扭着我长情 是我的 无辜里数不过 万斗远 人里头数不过 女儿可怜 女儿可怜 女儿勇 女儿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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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姐我们这样的时间有限 我们一会儿照相先提问 好不好 好 您说 我想就是刚才最开始 彭老师说到那个 就是那个 木兰诗鞭的那个最开始她说那个 情景和刘爽在一块的那个 受伤的那段 我想彭老师一边唱一边 给我们这些业余的这些 就是说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唱歌剧的时候 怎么表演 怎么演神啊 那个动作呀 就是说给我们 就是说哪怕只唱几句 给我们演示一下 那你就从那个 那个好 陈岳你就从那个 好我们给他 给陈老师个空间来 好 那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呢是这样 我啊 这个花将军受伤之后 这不就昏迷过去了吗 那么就是 他醒来之后 他有一段梦幻 就变成女儿妆了 这个时候他就倾诉 他对刘爽的这个 这个就是爱慕之情 这个时候他又还回 这个将军的服装的时候 他唱了一段木兰花 木兰花唱完了又 这女人的感觉 木兰花嘛 木兰花就像女儿一样娇艳 男儿一样挺拔 这写的花木兰的性格 那么他这样 是女儿妆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不对 自己穿的是一个盔甲 我还在伴着男人 这个时候就开始 还回男儿妆 过来以后把斗篷往这一放 突然在桌子上看到一面镜子 看到一面镜子 这个女孩子爱美之心 她情不自禁拿起来镜子 她虽然是男人的扮相 但是她已经还回了女儿的感觉 就照这个镜子 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 就是从这一点上来体现 就这么一个手 这不就是回回女儿来了吗 然后再拿着她来照 跑到这儿来 就这么一个手势 是不是女的 对吧 这个时候刘爽就来了 刘爽一来 他就很紧张 赶紧把这个镜子给照住他 我是一个男的 你千万不能看出来 我是一个女人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唱了这么一段 他跟刘爽说 我们从那 这是一个就是 这是第三月章的一个小宣序 今天大家要看电视的话 有这么一段 刘爽在这 他老猜他 他为什么老是脸红呢 好 来来来 三段 他老不相信我 好 我逗他一下 人说 旧后 图真情 今夜我 午酒 雀夜 情浓 抬旋后 我们将 各个东西 也许今生 才不能 相逢 我是他 今后不能相逢 怎么办 他这根本就不可能 过去 我就到那边 这个时候我看他还不理我 别老盯着我 我再逗他一下 听我唱 假如我是个女人 我愿为你丰富一击 假如我是个女人 我愿意你共享天轮 你的忧伤就是我的痛苦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欢喜 你的忧伤就是我的痛苦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欢喜 我当真了 你就在那不动 假如我是个女人 我的生命将和你连在一起 假如我是个女人 我愿意你生死相依 永不离分 这个时候我就说 我愿意假如我是个女人 我就愿意和你生死相依 永不离分 怎么办 你跟我说 刘爽接着就是 假如你是个女人 就这么着 就是一出一进 一出一进 因为这个时候 我虽然是女扮男装 实际上我还是一个女儿心 我在跟刘爽的逗他的时候 就是说我一边 他看到我就是说 我就是一个将军 对吧 我就还原 我是一个将军 他不看我的时候 我肯定是内心 我想着 我将来还回女儿庄的时候 我希望他把我娶进门 就是这么一个心理的变化 这就是歌剧的表演 中国歌剧的表演 我们还是留一点悬念 因为金版的中央三排 将在21点41分 首播这个木兰诗篇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看 是 就下去了 谢谢你们啊 那咱们就结束了吧 好 留一会儿 留一会儿吧 留一会儿吧 留一会儿 彭老师照个相 来 彭老师照个相 我们合个眼 我想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吧 部长 对 差不多 那么最后让我们再一首 这个 你们会唱歌吗 都会唱吧 一块唱 对 一块 一块唱 然后那个 有一首歌曲呢 可以 就是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这个辉煌 我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 那我先讲两句啊 今天下午呢 我们不仅看到彭立元与木兰诗篇 也看到了什么是牌头兵 什么是牌头兵的精神 什么是牌头兵的风采 也感受到 什么叫做和谐社会 什么叫做和谐广东 我们广东 要建成文化大神 还是 有土壤的 是 我们都在希望的田野上 对 好的 最后呢 在我们福老师在希望的田野上聚首 歌单会我们接触今天的演讲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吹烟在心间的烛房上飙荡 小花在美的身上上流浪 一片空白 每个一片高亮 是 lover 是你的空 promises 是你的花香 不不不不不良 一个担当边盖 我们是心态态在这新年上生活 为何富裕 为何希望 台下的观众们后面一起唱好吧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天意上 人们在你用美丽眼光下生活 像花在人家弄出天下 好人们去为何和孩子们欢笑 小婚儿又叹琴姑娘的唱 哎呦呀 哎呦呀 我们是心态态在这新年上生活 为他幸福 为他灯光 为他幸福 为他灯光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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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